右后轮冒出白烟 接着车子就失控不停摇晃 最后180度大转弯 撞上护栏才停了下来 惊险瞬间追根究底 就是轮胎已经磨平 如果都没有的话 可能会造成就是容易打滑 或是抓地力抓不够 刹车刹不住 就容易造成事故 基隆一名54岁的陈姓男子 去年8月载着妻子外出 就因为胎纹磨平 新京国道3号南下7公里处的积水路面时 车子失控打滑撞护栏 导致副驾驶座的妻子伤重不治 轮胎磨平还敢上路 检察官查出肇事主因确实是胎纹太浅 已经磨损到安全线 没有摩擦力跟抓地力 诚信男子确实涉及果实致死 但考量他痛失爱妻 加上岳父岳母的原谅 检方处分他还起诉一年 还得接受6个小时的生命教育课程 其实要检查胎纹深度并不难 拿出10元铜板插进胎钩 看到蒋公衣领 就代表胎身低于1.6公里 多一份谨慎就可以避免遗憾 TVB的新闻 刘欣奎杨亚云基隆报道